我們這次是加州的第六刺客 HP Kim Handbook的第121頁 那這邊首先要講的是 Death of Meridians 就是這個經絡的這個深度 那我們這邊要掌握的就是 它有或者講說淺到深的這個經絡 它最淺的most superficial 這邊就是從先從這個皮布 12 Skin Area這種皮布開始 然後一直往深 包括這個晶晶落脈 然後它這邊畫出體質 就是我們常最常見的12正經 12 Main Channels 然後下面有晶別 然後還有七晶八脈 就是掌握它這個順序就可以了 那這邊 它是Functions of Meridians and Colletals 就是經絡的這些 它的功用 那它的功用 這邊我們是只要掌握這個CAM的 中國針灸學的就可以了 那這邊我就不全部講 它這邊主要就是講一些經絡的功能 包括這些什麼調節 什麼氣血啊 然後防病驅血 那 最參考的就是這個 它反映了這個Symptoms and Science 就是它反映了一些症狀體徵 那這邊是靈書 內經裡面有提到的 比如說清肺有鞋齊齊齊流於軸 那它有這個肝有鞋齊齊流於這個 葉那就是 XZ就是這個葉窩葉下 那皮有鞋的話是齊齊是流於B Growing就是差不多這種復骨勾的位置 然後腎有鞋是 主要就是問題它會發生在 國窩 就是這個國窩 膝蓋背面的這個 然後第122頁 Transmitting Order of Decease 就是這種傳遍的順序 那這邊我就是提供一個 扁鶴見菜環宮的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 這個故事大家應該都清楚 就是扁鶴隨著它每一次見菜環宮 比如說它說 君有鞋在臭梨啊 君有鞋在筋骨 然後到君有鞋在脹斧 然後最後到了這個骨髓 它說已經不是它能管的了 它也沒有辦法就套走了 那藉由這個故事就是說 疾病傳遍的順序 都是先從皮膚啊 然後最後到弱脈 到肌脈 然後最後到這個脹斧 那因為五脹六斧當中 五脹為陰六斧為陽 所以斧為陽比較標淺 所以它先受到影響 所以說如果說把這個脹斧再細分的話 這個它傳遍的順序是先到腹再到脹 那就主要就是掌握這邊疾病傳遍的這個順序 然後122 years science of internal disease channels channels 就是說這種 它體內的疾病 那它會怎麼在經絡上面表現出來 那其實這個我們診斷學都學過 那這邊的話 我們掌握左邊這個champ的部分就夠了 那就是說如果有疼痛的話 它的顏色會表現出來像這種青質色 而如果是熱症的話 它會有表現出來是黃或者紅色 如果說是這個寒症的話 顏色會表現為白色 那如果是氣血淤漬的話 那顏色表現出來就是比較暗的 DF 23 year muscle marine DM meeting areas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就是講說我們這個金晶它的交匯部位 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邊就是說 呃其實金晶的話 它的規律就是比較 它比十二正經還要表現 然後它是 主要是有四肢的一些末端開始 然後最後匯聚在一些軀幹 或者頭的部位 所以那這邊有一個 我總結這邊它有一個規律就是說 先從陽晶因為陽晶比較高 然後一直往下 最後一直到這個最低的這個外陰部 那首三陽它最高 所以這個它是會聚在這個前額 那接下來是還是陽晶 但是是珠三陽 那它是會聚在演 那陽晶行行完了就是首 首三陰晶它是最後這個心肺還有心包 它是會聚在胸腔 然後珠三陰 甘皮腎它是會聚在這個外陰 所以一般 無論是這個 像我們平常治療的時候 用了甘精的離鉤啊 然後或者皮筋的三陰膠 腎精的一些太西 呃這些穴位 因為他們 就是因為這種會聚的部位 所以它其實他們都能治療 甘皮腎三個筋都能夠治療這個外陰部的病變 那一百二十四頁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scle meridians 就是說這個 精精的特性 那精精的特性它主要就是這個 因為它比較分布 比較在外周啊 比較標籤 所以它比較不穿過這個臟 然後因為他們比較標籤 而且他們主要他們的行星是 跟著這些大的肌肉啊肌肉群 然後他們都是起源於這些四肢的末端 然後最後會去到軀幹和頭部 第一百二十五頁 這個就是弱脈 那這個大致掌握一下這種弱脈的分布 這邊有這個任督的 任督脈走平在後面 然後這任督脈的這個弱脈 它是在這個胸腹當中 然後最後一個是這個皮脂大弱 那其實皮脂大弱 為什麼大包能夠治療全身的這種契機紊亂 它就是因為它其實皮脂大弱 它是弱在這個全身都有的 然後這個是六 足的六個筋的這個分布 那這個是手的六筋的這個弱脈的分布 第一百二十六頁 那這邊就是要掌握每個筋的這個弱脈 那這邊就是要掌握每個筋的這個弱脈 那弱脈的話這個背法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比如說像肺筋那就是弱 這個裂缺 這個魏晶就是蜂脈 那弱脈它本身就有卸本經實證的作用 那這邊我們主要就是掌握一些它這個 它的一些分支 那比如說這邊它這個大腸筋 它說one bridge connecting with the teeth the other entering the ear to join the 中...中...中...中脈 然後where the... the channels of the large intestine 小腸筋膽筋 還有三角筋 gather and click at the ear 就是說我們這邊包括下面的 都是要掌握這些弱脈它的一些分佈 那我這邊都已經有滑線去標出來 就像說這個味精它在內部 to terminate at the throat 那就是說它這個弱脈最後是 終結在這個咽喉 然後grace bean就是這個皮之大弱 所以它這邊都總結出來這個15個弱脈 它的群形 像這個聖經的encircle 就是這種環繞這個heel 就環繞株根 並且在內部體內進入了這個膀胱筋 那為什麼我們說心開竅於蛇呢 就是這邊它這個follows the heart channels to the heart organ then continues to the root of the tongue 它有到這個蛇根 還有岩 所以那因為它到蛇根 所以它可以治療這個屍羽 然後它也進到岩 所以它能夠我們說望神主要就是望岩 就是因為它這個弱脈它最終到了這個岩 所以它可以通過岩來望神 然後第126頁這個host加這個gast就是圓弱的配屍 那就是說用主要就是說用一條金的這個圓屍 加上它表里金的這個弱屍來治療這個疾病 然後這邊舉個例子 那我們這邊主要掌握這個圓弱配屍以及適應症 那圓弱配這個配屍怎麼配屍 這個大家以前都學過 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這邊只要 大概就記這些適應症 那這邊舉個例子就是說用這種圓屍配這個弱屍 來治療 來治療一些疾病 像它這個圓弱配屍之後 它可以治療這種胸悶 feeling of oppression of the chest 胸悶啊 掌心熱啊 咳嗽啊 咽種啊 都是這些咽喉部肺經的一些疾病 還有expectoration of the flesh breastlessness 就是這種呼吸困難啊 然後咳痰的這些症狀 那他們就是國外他們在教的時候 就是很注重這種配屍的方法 句話